是这个太平式 所以在这里面呢 他谈到这个所谓的六君子的礼教 其实是一种有限的一种状态 所以他认为说 应该要到所谓六君子的体制 不是孔子的政治理想 应该要到什么样的理想 是人人皆宁是君子之心 献群绒武所籍的这种公天下的理想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熊先生他的秩序非常强调的是 大义跟春秋两附近